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今天22号正式服迎来了一次大版本更新 名为战神觉醒非常霸道的名字 战神应该指的就是新英雄理性没跑了 然后我们说一下非常重要的11位英雄调整 知己知彼了解英雄在此版本的强弱才可以稳健上分 第一位露娜 被动增加效果每一点发射强度可以增加0.03%的攻速 到了后期露娜可以通过装备获得15%至20%以上的攻速 毕竟露娜出纯法强也不是那么回事 达到1000的话特别影响手感 名文可以有些许改动 把攻速换成穿斗或者法强都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位李白一技能增加效果 命中敌方英雄可以累积一层剑气 刷大招自然是非常快了 不过大招的整体伤害削弱 提高了频率降低了伤害 你更喜欢哪种呢 第三位诸葛亮大招元气弹增加效果 如果大招飞行的过程中 标记目标已经被打死 那么就会减少大招80%的CD 容错率得到了改善 第四位王昭君 版本宠儿可以说拿他上分非常的稳 被动新增效果 可以减少敌方50%的移速 和30%加英雄等级乘以2%的攻速 攻速间隔缩短 每攻击三次 第三次可以触发三枚尖刺 可以造成非常高的魔法伤害 并且被动护盾爆炸的时候 可以造成冰冻效果 也就是50%的减速 和30%加英雄等级乘以2%的攻速 一技能蓝耗降低 并且命中英雄小兵或者野怪 都可以造成冰冻效果 也就是减少大量的移速和攻速 二技能同样也是可以造成冰冻效果 不过二技能的伤害大幅度降低 这也其实无所谓了 不是王昭君的主要输出手段 大招就厉害了 首先叙述额外的物理防御效果 释放大招可以造成冰冻效果 减速超级多 团战的大杀气 并且释放大招后 可以直接走位或者释放其他技能 随便移动 大招不受干扰 大招的伤害有轻微降低 不过问题不大 大招的持续时长延长到5秒 这个其实无所谓 大家可以着重练一下王昭君 T0级中单不是开玩笑的 第五位沈梦希 一技能在点燃状态下释放 现在分成了三次伤害 命中击退爆炸 输出算是增强 数值看着是削弱的 不过以前起手和击退伤害算在一起了 这次分成了三段伤害 输出整体来说高了不少 不过点燃状态的一技能释放范围短了不少 大招的整体伤害有轻微削弱 问题不大 六位沫子被动护盾得到了提高 前期非常耐打 并且被动的伤害爆炸性提高 普攻蓄力耐下炮击的伤害有点吓人 不过到了后期 跟以前的伤害基本一样 第七位芈月 被动小蝙蝠的伤害有轻微提高 伤害很明显 对小兵的额外伤害更加出众了 清兵清野快了不少 并且回复的生命值也有所提高 大家可以放心拿他来打野了 效果真的比以前好太多了 第八位周瑜 二技能火区时间延长 并且出了个非常变态的被动 如果周瑜伸出火区的时候 会持续回复生命值 只要身上有蓝就不用回家的存在 团战打起来了 如果一套切不死周瑜 那就是周瑜的表演时间了 如果出了金身 那不就为所欲为了吗 中单如果王昭君遇到了他 到底谁更强一些呢 第九位高剑林优化了所有技能的手感 也就是大招释放一二技能的时候 会往前滑一下 有点不说控制 以后不会了 并且二技能新增了个效果 二技能命中一个敌方英雄的时候 会回复生命值 回复非常多的生命值 我在想如果团战一脚下去 踩中五个人是不是就满血了呢 高剑林估计以后的打法越来越刚了 第十位孙上香 二技能可以对英雄小兵都增加印记了 清兵速度也得到了提高 印记的后续触发伤害大幅度提高 印记的持续时长延长到五秒 可以打出更多的伤害 并且增加的物理穿透 从20%提高到30% 这就相当变态了 大家可以考虑拿它上分了 第十一位敌人杰 在体验服务连续加强了四次的到老 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面前 首先就是一技能的红蓝牌的伤害 整体大幅度提高 不仅仅是一技能 包括敌人杰的普攻也大幅度提高 敌人杰普攻第三次 可以触发红牌或者蓝牌的法球效果 所以说技能的伤害加强不算强 普攻的加强才是最狠的 并且大招的CD整体降低 那么问题来了 本次大版本更新后 版本之子到底是哪几位呢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家也得点赞收藏转发一下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咯 小点赞收藏转发 out 小点赞收藏转发 ama